2021年2月13号星期六 大年初二新年好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科医部长凯里指出 预料我国将从来临的3月起 展开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计划 而为了让人民相信疫苗是安全的 首相慕尤丁将会是我国首个接种疫苗的人 至于人民方面 则是会采取自愿登记接种疫苗的方式 当局之后将会开放五个管道 让想要接种疫苗的国人登记 这五个管道分别是 MySechatra的手机apps 冠病疫苗特别委员会的网站 稍后公布的热线号码 政府或私人诊所和医院 另外联邦政府也会与州政府合作 为内陆地区以及勒林人士登记 凯里也说 政府也决定为身在我国的非公民 包括外劳免费接种疫苗 因为如果非公民没有接种疫苗 病毒不仅可能在他们群体当中传播 也可能会传给国人 但他强调公民将会获得疫苗的优先权 换个焦点 政府早前就宣布允许庙宇在除夕 初一以及初八清晨的六点之下午的两点开放 但必须要遵守防疫SOB 包括限制人数以及定时消毒 但是有一些庙宇则是考虑到难以遵守SOB 而选择不开放 一些庙宇即便开放 前去膜拜的善性也较往年明显的少 其中在冰岛西南区著名的蛇庙 除夕当天就只有五个人前去膜拜 显得相当的冷清 至于向来香火鼎盛的槟城野角节观音亭 前去膜拜的善性人数虽不如往年 乡族小贩也感叹乡族的生意下跌了超过70% 但还是有一定人数的 大年初一清晨的六点 观音亭一开放 就已经开始有善性排队 轮后扫描Mystratron二维码 测量体温轮后进入庙里膜拜 该庙也发放了号码牌 用以限制每次庙里只能有30名善性 而一些善性则是选择在庙外膜拜 不进入庙里 观音亭外的另一道风景线 则是在农地新年这些特别的日子 就会聚集了特别多的伸手将军 特别多的善性前去布施派红包 每每有人布施呢 大家就会蜂拥而上 庙外的伸手将军就声称 过去农历新年一天可以拿到500令吉的红包钱 但今年前去布施的善性少了 他们守了一整天 100令吉都拿不到 那么疫情之下的新常态 今年无法举办实体的新春大团拜 各个组织或是政党就改到线上举行大团拜了 而行动党及共产党分别已经在初一下午以及初二的早上 举行了线上大团拜 而民政党也在初一举行了线上的捞声活动 更请到了首相慕尤丁以及国盟成员党的代表参与捞声 原来民政党在除夕当天已经正式加入由首相慕尤丁领导的国盟 成为国盟的成员党之一 慕尤丁也在他的脸书专页发布他移交加盟证书 给民政党全国主席刘华财的照片 新的一年对不少人来说是新的开始 对于民政党而言 今年的新年也是新的起点 那就不晓得你看不看好加入国盟之后的民政党 以及民政党对于国盟以及慕尤丁又会起着怎么样的作用了 今天的新闻就给您播报到这里 也预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别忘了要谨慎防疫 感谢收看